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是青色的 有没有各种颜色都有可能 黄色的 不要动 所以 继续问 所以白带只是一个代名词 也可以讲到 赤带 赤带 黑带 一般来讲我们针对白带 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叫生理性的白带 譬如說有一些婦女朋友 他在排卵期的時候 會有一些像淡青色的 青青的 然後就是有點粘稠狀的分泌物 那這是屬於排卵期的時候 我們就叫生理性的白帶 或者說是正常的分泌物 那如果是感染的時候 他可能跟對感染的原因不一樣 譬如說黴菌的感染的時候 常常就是所謂的白帶 他看到就是像一些白帶 一般來講這不一定是最安全的啦 我就是要聽這一句 所以說不是是對的 不一定要不一定 確定 所謂安全是不會懷孕嘛 對 月經來的時候做還是會懷孕 還是有這種可能 月經來的時候 這個黑熊並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 這就是答案 對不對 第一個 我們兩手 兩手會帶手 反正是你不擋的 我也看不到你在不擋的 那這時候 腳很少 這麼窄的 這樣醫生很難做 所以一般我們盡量會 等一下... 怎樣啦 你們要怎樣 要寬 對... 這麼寬喔 是正常的機器這樣 對 不然你很... 不然你一腳一... 醫生會站著腳 嚇到 然後我們 這個手 手開啦 手會 你這個男人不要來咬讓我 通常這時候 如果說比較體貼的那個先生 通常都會握著手 手斷了 很緊 我們常常有的先生 他希望你進來陪的話 那我們就會比較站 不是 我怎麼會有兩個先生呢 然後呢 然後 那我們第一個 我們手會先戴兩手戴手套嘛 那我們就稍微把這個 萬一步的時候 做一個撐開的動作 對 我要演啊 你好像真的有萬一步 因為很多人就是 當你碰到他的時候 他會害怕 所以 如果你一下就拿那個器械 就直接推 他會跳起來的 所以我們都會 跳起來我就不要演 因為太難了 好 我們就稍微把它撐開來一下 那就先接觸到 那他身裡面有一個環衝 然後接下來我們這個 事實上你看這個 我們俗稱這個叫鴨嘴 那鴨嘴事實上你看 它是一個比較重 超厲害 所以一般我們進去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讓鞋子的角度 進去到正常位置以後 我們再把它做一個撐開的動作 那這時候 那我們護士教學 幫我們把那個燈光對進來 那我們就看清楚說 陰道 子宮頸的一個狀況 那之後看完了以後 那我們把這個 這個內疹器就 旁邊會有一個這個消毒液 我們就把它放在 請問一下直腸科有沒有在用這個 直腸科 另外不太一樣 鋼門劑 對 鋼門劑另外 那我們就怎麼樣 我們會把它放在這個 這個有消毒液泡的進泡 不然這個人用下一個 那肯定的 對 那就 然後接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手 在一手觸著他的肚子 另外一手就用兩個指頭 伸進去這陰道裡面 然後去做一個觸疹的一個動作 那鬧啦 應該講 大概是這個時候做完 我們就會站起來 然後這樣做一個觸疹的動作 那摸摸他的子宮的方向 然後大小 那有沒有肌瘤 那兩邊的卵巢大小正不正常 那這樣 那會不會有所有的壓痛點 或者說觸痛點 那如果說這個檢查完以後 這個都是一個紀錄 那之後的話我們就會說 檢查完了 那我們就請這個病人先下來 那我們常常也遇到 就是有一些病人 他會很急的想要知道說 這個檢查的結果怎樣 他會把那個簾子就拉開 醫生 那我剛剛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們後來比較緊 我們等一下下來穿好衣服以後 我們等一下到診間 外面再講 對對對 那有時候病人就會很不好意思 誒 剛剛是不是太急了 然後我們會很怕 病人就這樣子 就一直要跟你談論病情 對 我跟你說 你看這邊 additionally 老同就是 照顧 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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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